大家好 前不久我在一家甜品店吃到了一个特别美味的香草棒蛋糕 昨天有空自己在家也尝试了一下 调整了两三次配方 最后的这个口感我还挺满意的 蛋糕很湿润而且很香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做法 需要一根香草豆莢 把香草豆莢剖开 把里面的香草籽刮出来 放到牛奶里 也可以把牛奶放在火上 用小火加热至微微冒泡 然后关火放在一旁晾凉备用 这种长条的不粘模具是做棒蛋糕用的模具 在模具里面涂一层油 然后放上油纸 放在一旁备用 黄油,细砂糖,转化糖浆 一起放入打蛋盆中 黄油要提前放在室温下软化 用电动打蛋器把它们搅打均匀 搅打至这种,成羽毛状 然后分次加入鸡蛋液 每加入一次蛋液都要搅打均匀以后 再加入下一次 鸡蛋一定要用长温的鸡蛋 如果鸡蛋太凉的话 加入黄油以后容易发生油水分离的现象 而且一定要少量分次的添加鸡蛋液 如果一次加太多的话 也会发生油水分离的现象 最后加完蛋液以后 拌好的黄油就是这种很顺滑的状态 再筛入低筋面粉和泡打粉 把香草牛奶倒进去 用挂刀轻轻的搅拌 搅拌直看不到干粉就可以了 拌好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这个棒蛋糕的面糊就做好了 然后把面糊放进模具里 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 上下火160度烤50分钟左右 烤20分钟的时候 蛋糕表面已经结皮了 用一根竹签 在蛋糕的表面长长的划一道口 这样烤出来的蛋糕表面 就会有一条比较规整的裂口 蛋糕快烤好的时候 我们来做酒糖液 水和糖放在火上煮至沸腾 然后离火 倒入朗木酒拌匀就可以了 蛋糕烤好以后 马上从烤箱里取出来 提一下油纸 把蛋糕从模具里取出来 用一根竹签插进蛋糕的中间 然后把竹签再拔出来 竹签上没有带出来面糊 就说明这个蛋糕烤熟了 先把两侧的油纸揭开 然后再把底部的油纸揭开 把油纸从蛋糕底部取下来 这个时候动作要轻一点 因为这个蛋糕比较长 还很热 没有完全定型 如果太用力的话 蛋糕有可能会断开 然后一定要趁热 在蛋糕表面刷一层酒糖液 大家一定要切记 刷酒糖液的时候 这个蛋糕是热的 酒糖液也要是温的 差不多要在60度左右 如果凉着刷的话 蛋糕表面就会比较湿黏了 刷完以后 把蛋糕放在烤架上晾凉 蛋糕凉了以后 用保鲜膜把它包好 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 可保存10天 棒蛋糕建议三天以后再吃 这样吃的时候口感会更好 我是着急 还没有完全凉透就把蛋糕切开了 刚做好的这个棒蛋糕味道已经很好吃了 如果再放一放的话 口感一定会更好 今天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做了这个蛋糕 欢迎到我的新浪微博 at我来交作业